好美国的选举呢就是热度提升的这么快 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11月的其中选举 但权力毕竟还是握在拜登的手上 美国时间28号非常有可能 拜登和习近平将会通话 而这个里面重中之重 就是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不甩拜登的劝告 他的访台计划依旧坚定希望成行 因此呢拜登和习近平之间 那么必须就这个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 佩洛西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率船访台 那么时间会遇到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几个月 严重激怒北京 中国军方已经公开表明 如果佩洛西访台将不会做事 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法 拜登对这场上任后第四次拜席通话的预期 最快可能在28号实现 其中最需要避免误判的就是台海议题 尤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湾的时间点 严重激怒北京 尽管CNN在内多将美国媒体陆续披露 拜登政府早在十多天前就已经向佩洛西表明 现阶段访台可能会引发重大危机 危险程度直逼1995-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 但佩洛西没有接受劝阻 反而疑似更坚定了访台决心 甚至可能在拜习通话后 紧接着就率团访台 这对中方来说恐怕很难接受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坦言 台海情势预期将会在拜习通话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对于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 26号已决不会坐视不管 暗示解放军将对佩洛西访台有所反应 科比则直呼没有必要 科比还指出 如何更有效地管扣美中之间的经济竞争 同样是拜习通话的焦点议题 而金片供应链恰恰就是美中竞争的主轴之一 随着总额520亿美元政府补贴 以及240亿美元投资税收抵免的金片法案 即将通过参议院全院表决 并且交由众议院跟进后续立法 象征着美国对半导体供应链的招手 即将给出实际效益 韩国第二大企业SK集团 26号与拜登展开线上会议时 就公开表明要加码投资美国 对于北京当局来说 并不乐见美国借着金片法案 以及早前推出的金片四方联盟 试图把全球半导体产业强行脱钩 因此公开向南韩喊话劝阻 但此同时身为白宫经济顾问的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 则强调金片法案成功通过之后 有助于让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参与者 重新考虑未来发展与投资 美中在高科技与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 愈发白热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